新新闻周刊公布2013年最有价值现世民调结果 台南市高分夺下第一 市长赖清德表现亮眼 引发外界看好他代表民进党竞选总统的呼声 而调查也发现丑闻和弊案成为许多现世民调表现垫底的主因 新新闻周刊全台现世民调结果出炉 台南市荣登年度最有价值城市 市长赖清德时政满意度再度蝉联第一表现亮眼 中广董事长赵绍康甚至表示 看好赖清德竞选总统 赖清德让人家觉得比较惊讶是 他上次已经很高了 但是进步还很多 他的成长的空间是很大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赖清德将来 我认为是他有机会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 上周《眼见》杂志公布民调 赖清德市政满意度高达82.7% 创下历年新高纪录 荣登年度五星首长 赖清德他2014是确定要连任 那2014年底选完总统的初选是2015年五六月 所以现实上不可能 这一次绝对不可能 那未来当然机会非常大 机会非常大 调查发现最后八名的县市通通都是蓝营执政 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声望则是普遍领先 赵绍康指出这和马政府中央执政政绩不佳有关 因为上面有一个中央政府 那中央政府现在施政的民意调查 民意这个支持度很低 第一个他会他有这个所谓越运效运 他也会影响到地方 一定人家会算账一起算 不会管什么中央地方 明年七合一选举将临 赵绍康指出 如果执政党表现继续闷下去 一定会影响选举 呼吁马总统提起直追 好好拼一下应该还有可为 新唐人亚太电视 卢天长 吴博轩 台湾台北报导